嗨 大家好 我是妹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的影片比較特別 今天不是跟著做你的運動影片 因為最近有太多人在詢問說 妹 常常跟著你的影片練腹肌 練核心 不知道所謂的核心發力是什麼 而且常常在做運動的時候感覺到 有股酸啊 或者是肺痛啊 一堆疼痛的問題 那今天的影片就要有請我的物理治療師好友來到我們現場 讓我們歡迎物理治療師妮妮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療師妮妮 要不要先說明一下我們兩個的關係 就我們兩個高一高的都是中生女高的眷音社的 眷音社的做鞋的 然後是其他手的 後來反正我就有點變健身網紅 然後她就專演在物理治療這一塊 然後現在又來又厲害 然後很高興的就是我們這一次可以一起合作 分享健身跟物理治療的一些合作影片啦 那今天妹就是邀請我來跟大家講解說 我們想練的是腹肌 可是怎麼常常酸的都不是肚子 而是我們的脖子或是腰呢 我們可以先把練腹的運動解構成兩種部分 一種就是說我們肚子不動 可是我們的頭或是脖子要抬起的那種動上半身的動作 那第二種 肚子不動就是動腳 腳可能會踢腿啊 或是抬高放下這樣的運動 那先說脖子的部分 如果我們看著影片我們想要做的跟妹一樣 把頭啊脖子都抬得很高 離地面很遠的話 肚子的力量不夠的狀況下 就很容易是用脖子這邊的淺層的一些小肌肉 來幫忙我們做一個抬高的動作 那大家都知道這邊的肌肉其實跟肚子比起來是很小的 所以如果你都用脖子來做捲腹的話 脖子的力量是一定不夠的 然後會造成我們的疼痛 另外一種就是說躺著可是動腳的 那如果肚子的力量不夠來穩定我們的軀幹的話呢 其實我們腳在這種擺盪的過程中 腰就會反覆地拱起放下 拱起放下 被腳牽著走 這樣子就是會讓腰有一個過度的伸直 造成腰椎比較大的壓力 腰兩側的束績肌也會過度的用力 你久而久之就會痠痛 妹你覺得核心的定義是什麼 應該就是腹肌然後連結然後就是整個虛感的一種 那其實俠義來說呢 核心指的是上半部是我們這邊的橫膈膜 然後再來有這一圈包住的腹橫肌 還有下面的骨盆底肌 以及背後的多列肌 這是俠義的核心 為什麼要訓練核心呢 因為這些肌肉合起來可以讓我們的肚子變得像一個罐子一樣 這些肌肉一起用力的時候 它會製造足夠的腹內壓 如果它每個面都有封好 那你怎麼踩它丟它 這個骨罐都不會破掉 可是如果它有一個開口的話 你一踩它就扁了 那就是我們的身體 如果我們的核心沒有好好作用的時候呢 重量跟槓鈴的抑壓上來的話 我們可能脊椎的位置就會跑掉 就會不穩定 那傷害就會隨時發生 換句話說我是一個很強重的骨罐 而且初學者是不是要好好的打造核心 之後我們在做一些比如說深蹲 或者是更強調核心的複合式運動的時候 會更加分這樣 沒有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所有專項的運動員 也都非常的在意核心訓練的原因 因為好的核心可以讓我們的身體 更有效率的去運用不同之段的力量 然後也可以讓我們承受更大的負重 好那接下來就要讓妹來幫我們示範 怎麼讓初學者真的很容易 就可以找到核心發力的感覺 首先我們要先把身體擺在一個 最適合讓核心出力的姿勢 那大家可以在家裡找一個瑜伽球 或是像跟大腿的高度差不多的椅子 來放我們的腳 那我們就請妹可以慢慢躺下來 那首先要先找到負衡極發力的感覺 那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在家可以用自己的手 摸摸看我們的骨盆 找到我們骨盆的這個最突點後 稍微往內往下 這個就是腹痕跡 你慢慢幫我吸氣 大概吸到下腹部左右 對 好 往下吸 這時候你的手可以輕輕的有點往下壓 然後你要感覺肚子深層有力量 把我的手腿頭要推出來的感覺 對 我有一種就是在噁噁的感覺 他說到一個非常好的重點 就是如果一開始你很難找到腹痕跡推出來的感覺的話 你可以想像你在憋尿的時候的感覺 放大這個感覺 那就會很類似於核心在出力 所以像我常常一直在強調核心出力的話 其實就是在縮肚子 但是也要再加一個 往外推 對 往外推 很多人會以為說核心出力會跟縮小腹很像 那其實不太一樣 其實是下腹部就會有一個要往外推的感覺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有強調核心 它其實是一個360度的肌肉構造 它是一個像護腰一樣的 所以其實也不是只有正面要出力 也可以用手指頭稍微確認看看 像上腹部有沒有變得硬硬的 就是肌肉有沒有出力 那側腹部有沒有 那大家就可以在家裡用很簡單的方式 幫自己做一個檢測 那如果360度都會出力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下一步的核心訓練 好 那捲腹大家比較常做錯的 就是捲起來的過程中下巴是沒有收好的 可是下巴會整個抬起來 從側面看會非常的明顯 那你也會感覺到自己 這邊淺層的肌群變得非常的僵硬 那通常你可能做了好幾組運動後 就會開始感覺到頸部的痠痛 那正確的狀況呢 應該是像我們剛才教過大家的 肚子發力的方式你要先稍微收緊 有點往外推 然後保持下巴收緊是指向自己的胸口 一定要感覺肚子已經繃緊了 才開始往上做 好 很繃 好 那你可以用這邊發力來往上帶了 對 好 慢慢下來 這過程中我們是不會看到脖子有一些甩動的動作 或是下巴指出來的動作 下巴一律是往胸口去吸動 做這個動作時 大家可以注意自己的腰椎 是不是會隨著腳的擺動而起伏呢 所以如果做這種下肢擺盪的呼吸的順便的話 我通常會給初學者兩個建議 第一個是你可以用你的手放在你的腰下面 感覺你的腰完整的壓好你的手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在下肢動作的時候 用手去感覺說壓在手上的力量一直是差不多的 多少會在起伏的時候 壓的力量會變 但你不能整個腾空 感覺到手沒有東西壓著 這是一個確認腰椎有比較穩定的方法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一樣做剛才的運動 擺動的幅度可以先小一點 因為像我平常我是會能解決你做到下面 那如果對於清覺者的話可以先 比如說到半空中 然後就好 然後要確認就是在過程中 要一直壓住這個力量 沒錯沒錯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個就是這邊貼平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自己要去調整力弊 或到越下面力弊是越長就會非常的困難 那還有一種常見的練腹肌的動作錯誤 就是做平板撐的時候 其實一般來說 它叫平板撐就是身體要成一直線 可是很多人在做的時候 其實這個腰部啊 用整個往下掉 我們會看到我們身體變成一個U字型 那正確的狀況應該是 來我們這邊要抬起來 我們從上面或是從側面看 這邊都要是一直線的 這樣才是一個正確的完成 第一個動作 死蟲式 這個動作主要是要讓初學者 感受核心發力的感覺 並且練習在腰椎貼平地面的狀況下 做上下肢的活動 如果你在靜態的死蟲式時 已經能夠感覺到腹部繃緊發力的感覺 就可以再進一步的加入上肢或下肢的動作 來挑戰腹肌的難度 第二個動作 棒式 棒式主要是要讓大家練習 頭 肩 腰 臀 維持在一直線的狀況下 保持腹部的發力 如果你一開始沒有辦法維持一直線的話 可以先從跪姿的棒式做起 如果開始覺得輕鬆後 我們就可以進階到標準的棒式 那再進一步做到棒式的變化型 第三個動作 鳥狗式 這個動作主要可以訓練我們利用核心的力量來控制脊椎和骨盆帶的穩定 首先 我們要先成一個四足跪姿 手和大腿 要與身體呈現90度 過程中 保持身體平行地面 腰椎不要往下掉 接著就可以輪流抬起雙手或是抬起雙腳 再難一點的話 也可以練習對側的手腳輪流抬起 做這個動作要特別注意 過程中 不需要將手腳舉得過高 導致骨盆的翻轉 也不需要做出軀幹的側彎 這樣都是核心不穩定的表現 非常謝謝妮妮的講解 那如果大家常常跟著我的運動練習 會有這些疼痛的問題的話 建議大家循序漸進地知道自己核心怎麼樣處理 會比較避免居家運動的風險 那建議初學者可以先從今天教的三個動作開始練習 沒問題以後再挑戰魅人居家動作 那為了各位超級初學者呢 我也會上傳針對初學者的十分鐘跟著做的運動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 物理治療師妮妮的更多超專業 又很用心的好文章的話 也可以去我們May You Fit的網站 有針對就是很多徒手運動場的問題 去做各種解析跟如何去改善 那今天非常謝謝妮妮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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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發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